那我們這次來教一下將軍 將軍也玩了一個禮拜了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他的拳腳 那拳腳他的拳腳是輕攻擊是完全有用的 戰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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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輕腳 手都有用 然後 我看一下喔 喔不對 他全部手腳都有用 OK 那他比較基本的力回呢 就是近距離的時候就是用輕攻擊 剪刀腳這樣子去牽制人家 因為剪刀腳是一個很強的東西 打到之後會是正二貼著 那這個的話你就可以打摔著 或者就是 因為他是正二嘛 所以你下輕腳五幅人家也是點不贏你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子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重複到人家你覺得不敢動的時候你就摔他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輕攻擊起始的連段 那另外的話就是 在力回的時候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站中腳 這站中腳也是相當的強 你就這樣站中腳去 因為他不能取消東西 他不能取消綠衝什麼的 然後他就拿來牽制的招 但這個站中腳算是很長 所以有時候你力回 你力回我個人建議有兩招 一個就是站中腳力回 一個就是剪刀腳力回 那剪刀腳力回你只要在 第二下 你只要是在第二下的位置 這個位置摸到人家的話 人家基本上是100%安全的 阿有一些角色是輕攻擊手腳比較短的話 你大概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這個位置左右 人家大部分的角色都是缺不到你的 所以你就自己要抓好這位置 自己抓一下 這個位置就一定是安全的 然後有一些角色的話是這個位置也安全 阿這個如果是這麼近的話 基本上每個角色都可以缺反 對 所以這個要自己注意 就力回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剪刀腳跟站中腳 OK 那我們力回的拳腳一般 他有什麼東西很好用呢 下中手 他下中手是六幅裡面算是蠻遠的 他的下中手 在所有六幅的拳腳裡面算是蠻遠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管是阻止綠衝阿 還是拿來就是插合人家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下中手 還有這個下中腳也是 就下中腳雖然沒有到特別遠 不過也是OK 對 是我們一般的綠衝其實都是用下中手跟下中腳去做起攻的 對對對 然後接下來是 戰重拳 戰重拳這個有一點點慢 有一點點難用啦 他因為他是正一 但他持久幅有點太慢了 所以比較偏向於是 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比如說拿來接連斷的時候用的 拿來接連斷的時候用 比如說我們要這個樣子接絕招 這樣子用的 就一般來說我們力回比較不會去按讚中手 我們力回一般比較常用的重攻擊是後中腳 後中腳的話擋度是加1 加1 然後打到的話可以連斷 打到的話是加4可以連這樣 可以連這樣 可以連這樣 可以這樣連斷 OK 然後如果打到結擊的話就可以接下中手 這個給練一下 打到結擊的話下中手 就盡量將軍有一個東西是一定要練的 就是練習 確認 確認那個打康的 打康的那個字 比如說後中腳 你看到是結擊 你一定要這樣接 因為這樣子接什麼 這樣子也是可以 有比較痛的連段 第一個省氣 第二個可以接比較痛的連段上炸彈 然後另外一個情況是 就是 剪刀腳打到懲罰反擊的時候 因為像他是正2嘛 懲罰反擊會多4嘛 所以就會變正6 所以變成說你如果剪刀腳這樣踢人 立葵的時候踢到人家懲罰反擊 你一定要接這個下中手 對 這個 這個結擊確認是 將軍非常需要練的東西 剪刀腳的懲罰反擊 跟後中腳 還有 戰中手的結擊 這個東西 這個也是變加6 所以如果你在立葵的時候 比如說立葵你這樣出個戰中手 欸打到結擊了 打到結擊了 你就要這樣出 打到結擊了 你就要這樣子連斷 欸 這個 這個東西是一定要練習 就是將軍的話這個 有沒有練到差很多 因為會影響到 OD剪刀腳的距離 跟後續的連斷 對 然後 那我記得講他的招式 他招式的話 剪刀腳 超級好用 就立回神技這招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立回神技 這個28K 28K 那輕鬆鬆他都有分 他都有不同的距離 那你 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 再派身手 惡魔道轉回來 阿這個惡魔道轉擋也是正的 所以 算是很強 因為這個東西 你看這樣是正的 然後這個東西 你可以在人家在頭上踩 踩到人的話 他會再服血 那你可以選擇飛回去 或者就是 在他頭上 按個重手 按個重手 就可以再繼續打他了 就可以再繼續壓他 就可以騙個對空什麼的 因為這招如果是只有地對空的話 因為這個派身時機 是你自己決定的 你可以一上去就派身 你也可以就是晚一點派身 你就可以去影響 如果人家想要地對空你的話 你慢一點派身時機 他那個就會被你打掉 他的下動手就會被你打掉 比如說我 比如說我一個延遲派身 這樣子 比如說這樣飛過來 我想要這樣打他 他延遲派身我就被打了 對不對 就類似這種東西 就你可以自己去 用一下派身的時間 大概是這種感覺 然後另外一招就是 Psycho Guasha 這個東西是普通的 普通的話都是拿來連段用的 因為他穿波來說太慢了 而且他只能抵消一層波 有一個很強的是這個 OD Cycle Guasha 這個東西的話是相當強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被擋住 是-3而已 被擋住是-3而已 而且他可以直接磨人家動力一槽一格 所以也就是說 你要打一些有發波的角色的時候 你這個首先是很好穿波的 再來就是你穿波是沒有風險的 是-3嘛 而且這個東西還有一個很好的東西是 他的 他可以最後一刻再取消絕招 也就是說你可以 瞎弄 弄到打到人的時候再轉絕招 所以這招在 小魔人家動力一槽 或者想穿波 或者想要抽獎的時候 這招都是相當的划算 這招都相當的划算 其他這些的話 就是盡量是拿來連段用的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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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6-6可以壓 對 反正這樣就有兩個 兩個情況 一個就是 你場中你要上炸彈呢 還是用Psycho Quasha 去推距離打傷害呢 因為這個東西是有差的 比如說我這樣子 我這個 我這樣子如果要壓的話 我就得花濾沖 你看這樣子是1700嘛 然後 我要花一個濾沖才去壓 但如果我是直接Psycho Quasha 這個就是22566 就能直接壓了 所以基本上有兩種 看你要選擇上炸彈 不發資源 不發資源去直接壓呢 還是上炸彈發資源去壓呢 這個兩個各有好壞 這個看個人 這看個人 然後 像一般比較主流的是 上炸彈了 就是最一開始的時候 這兩個流派都有人在用 就是場中 不上炸彈 然後角落再上炸彈 場中一開始的時候 場中大家比較喜歡用Psycho Quasha 去推 推距離跟傷害 可以直接壓嘛 就可以省資源直接壓嘛 那現在比較常見的流派是 上炸彈 好 那接著就是上炸彈了 上炸彈的話呢 他炸彈輕中中 都是一樣的爆炸時間 只有OD的爆炸時間不一樣 OD的爆炸時間會更短一點點 OD的爆炸時間 更短一點 然後 然後 場中的話 如果你在場中的話 你要比較好壓就是 重的 重的炸彈 濾衝之後 是可以中斷直接壓持續的 就是他這個樣子 他是安不贏你的 所以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濾衝 重的然後濾衝中斷 然後 這個Psycho Quasha引爆 然後就可以隨便你接了 前中手 然後再上個炸彈 再去去壓之類的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所以 我們比較常做的起攻 是重炸彈起手 重炸彈起手之後 濾衝過去 然後看你要做什麼 基本上你有幾種選擇可以做 一個中斷 然後一個摔 然後一個退坑 比如說 我們這個樣子 上個炸彈 過去 退個坑 懂 有沒有這樣子就可以 這樣再打一套 就一個退坑 就可以打一套 然後這個也可以防凹 對 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上到重炸彈 你濾衝過去 選擇權全部都在你身上 他只要拆錯一個就會爆血 比如說拆凹 被你防到了爆血 他拆解衰 被你退坑到了爆血 或者他拆 你可能會按 按Perry 然後你按摔他 他也爆兩千血 然後炸彈還會在身上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一個起攻法 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起攻法 看你自己想要做什麼選擇 中段摔 然後下段也行 這個也可以下段 比如說這個樣子 下段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也是很痛 所以還有幾種 中段 下段 摔 退坑 對還有四種選擇 都在將軍主動權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 他場中 如果是用輕中炸彈的話 他就沒有那麼遠了 他就沒辦法像中炸彈這麼好壓了 對你看他這樣子 他後手身的話 你看這樣子是 其實是壓不到的 就是如果你要一樣的 重炸彈一樣的方法 什麼中段啊這些東西 輕中炸彈是做不到的 這種東西的話 這樣子 他其實起身點是會點贏你的 現在有一個比較主流的方法就是 輕中 場中如果你用輕中炸彈的話 我們直接濾衝過去 這個樣子 輕中過去下中角 引爆 這樣子 這樣子人家也是點不贏你的 而且這個就是人家居然擋住 也是正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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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樣子 輕中炸彈 過去下中角 引爆 這樣子是正六 所以你還是可以繼續做一個打摔摺 對 現在比較主流的打法是這個樣子 就輕中炸彈 濾衝下中角 然後重炸彈引爆 然後打到的話 可以再接東西 如果這樣子 打到人的話 你可以再濾衝過去接東西 接個OD 然後再接個炸彈 然後再過去再繼續壓 再繼續壓 對 這就是比較常見的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就是 如果你不想要花那個OD的話 你就是濾衝 我看一下喔 他可以 對 他也可以直接這樣上重炸彈 這樣就比較省氣一點 就直接濾衝下輕腳 或戰 你就四伏招啦 濾衝下輕手 戰輕腳 然後 214HP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推距離 就再多一個那個 就再多一個OD剪刀腳這樣子 就看你怎麼用 看你的氣條夠不夠啦 因為這個東西是真的距離推的蠻遠的 砰砰 然後你看這樣子就可以 砰砰 然後他在角落 然後基本上就去世了 對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將軍的 基本上他的 他的強勢的地方主要就在於 上炸彈之後的選擇 因為上炸彈之後的選擇 你有一些set可以做 然後他會爆炸嘛 然後他如果要防你的set 他可能就是想要parry嘛 想要打你的拳腳去 防一些中下段的set 那parry的話你就可以去摔他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所有的主動權都在將軍身上 就是炸彈的set 現在有拜拜中 那 這個就可以 到時候也可以繼續研究 這個樣子 比如說 像這個就是 壓持續 這個是一個比較常見的 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傷害 繼續上炸彈者 這個你看這樣角落 你一個重炸彈起 然後後重腳壓起身之後 就是一個4000的傷害 然後身上繼續有炸彈 然後如果他是起身想要去 他如果是起身覺得想要防 他起身可能想防 的話 我們就是這個 這樣子 我們這樣壓起身之後是正式 然後這個距離也可以直接摔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這樣摺一次摔他 這樣摔完他之後又是一個摺了 又是一個摺了 又是一個摺了 又是一個中下段摺 引爆摺 所以這個東西開發東西有很多 我這邊就不一一示範了 就不一一示範 就是 炸彈這個東西 是將軍非常強力的一個武器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的SA 123 他全部都有無敵 不過2是 2是比較難來穿波 因為他發生太慢了 他發生26伏 基本上是打個哈現在檔都來得及 所以你想用2穿波的話 基本上是比較不推薦 比較不推薦 然後2是可以自己選擇距離的 就你搬著後他會飛比較短 那你搬著前他會飛比較遠 他最高可以飛一整個螢幕 他可以飛一整個螢幕 這個東西是拿來 比如說穿人家的一些絕招波 就比如說Rashido的SA2之類的 他一放你也可以直接放一個 就直接穿過 其實他通常都是拿來穿絕招的啦 比較少拿來穿波 然後SA3的話就是拿來連段 也可以拿來穿波 不過他SA3比翔中的短 大概穿波距離大概在這裡吧 大概在這裡就是穿波的極限距離 這個距離能穿到波 是因為波手伸出去的時候 他前面會有一個判定 所以你基本上穿波的極限距離大概在這裡 對 就SA3也是可以拿來穿波 你自己要稍微練一下 對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啊 然後彩頭壓起身喔 彩頭壓起身也是可以 然後他的 我剛剛也沒講到那個OD的這個彩 這個彩其實也很好用 因為這個彩是正6 這個彩是正6貼在人家臉上 看高度啦 看高度啦 看高度 看高度 對他如果是蹲著的話 我記得最高會在正6 對最高是在正6 就正反正一定是正的 就你用OD踩的話 所以有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用一些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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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有個炸彈之類的 比如說有個炸彈之類的 然後這樣子過去再給壓力 之類的都可以 就是這個東西是隨你變化的 反正這個OD 這個OD 這個不管是踩呢 還是這個OD踩呢 都是相當的有用 都相當的有用 然後這個踩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在角落防守的時候 這個踩有一個功能我要特別講 就是這個踩啊 你如果這樣子踩 飛出去你的距離 你看會在這裡 不會那麼遠對不對 如果你的踩是比較延後一點 就是他轉向的時候 你才踩的話 轉向 等一下 這樣子 轉向之後你再踩 你就會飛得比較遠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如果你在逃出角落的時候 比如說你在 你在角落防守 你想要一個延遲點 人家壓你一個延遲點 你一個延遲點出去 你就這樣延遲踩 這樣 延遲點 延遲踩 然後就直接出去 這樣就是一個很安全的出角落 如果你一個沒有踩好 一個沒有踩好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人家其實往前走 是能確斷你的 這邊可以試試看 你看 這樣子其實是可以確斷的 對不對 就是這個有個小訣竅 就是你要等 如果要用這招逃出角落的話 你要等他轉向 再踩 他就會飛得比較遠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對 OD踩對摔無敵 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不是很好拚啊 也可以拚啊 就是 因為他有一個對摔無敵嘛 所以如果你覺得人家要摔你的話 你起身可以凹這個東西 如果你覺得他這次就是要摔的話 你可以這個樣子 但這個東西基本上 因為他發生比較慢一點 所以 大概率不會是懲罰反擊 就是人家是來得及擋的 但這招也沒有說 像JP的當身一樣說也可以擋拳腳 所以這招基本上是 沒有人在用 沒有人在用 因為你猜人家摔了之後 這個東西 沒辦法確斑 這倒是沒辦法確斑的 所以就比較 比較沒那麼 沒那麼強一點 沒那麼強一點 大致上就這個樣子啦 剪刀腳的話 其實就親中都是-5嘛 你就自己抓距離 然後重的就是-4 就大概就只有這個 這個差別而已 重的話 重的話是相對更安全一點 就重的話你 你只要在這個距離 他就-4嘛 基本上沒有人的四幅是這麼遠 所以有時候你在一些比較遠的距離 你也可以用重剪刀腳去立回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比較基礎的 比較基礎的就是這樣子 接著就是 將軍的角落摔 他也是有loop的 就是角落摔完之後 前前也是正二 或者是用前走 前走也是一樣可以 也是可以摔到速點的 也是可以摔到速點的 所以在角落摔之後 你能做的事情就相當的簡單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繼續摔 或者就是打康 打康 打他亂動 打他康之類的 對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他的 進攻選擇都是 角落摔到之後 一樣是繼續要嘛摔 要嘛退康 然後不然就是結束康 打人家亂動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剛剛我不是說 所有的拳腳都有用嗎 我們拳腳 我剛剛拳腳是沒講到重的 重的好 重的我來講一下 就基本上他的對空呢 有兩個 他的對空有兩招 一個是下重手對空 那這個下重手對空 有點類似以前的這一批 他的判定算是還不錯 算是還不錯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空對空 那空對空的話是比較划算一點 因為空對空之後 可以上炸彈 通常空對空之後 角落的話可以這樣上 就是角落的話可以這樣 上炸彈 如果是在場中的話 基本上都是直接中炸彈 不過這個空對空有一個訣竅 就是你第二下要慢點出 如果你太早出的話 你就接不到這個中的 所以第二下要慢一點出 這樣才接得到這個中的 所以這個你要自己去 高度你要自己去拿捏 對 如果你怕的話 比如說你怕的話 你就接中的 中的基本上都是能接到的 所以空對空是將軍最好的對空手段 最划算的對空手段 然後其他再過來他的重攻擊 他重角就是我們一般是拿來 拿來打懲罰扮機的 比如說他凹了一個 我們就這樣懲罰扮機 用這個踢懲罰扮機 踢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選擇這樣 前前下重手 OD剪刀角過去推距離 然後給他上炸彈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那後中角也是可以 後中角 後中角的話我們就這樣簡單 這樣子 簡單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然後 站中角的話 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拿來打連段 就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樣子 一般的時候我們除了 退康會用站中角 然後打大連段的時候 會用站中角之外 其他一般是不會用 一般我們壓制的時候 會用後中角 因為站中角擋住本身是 本身是-2 對 所以這招我們一般是不會拿來 就是壓制的時候踢 比如說我們這樣 壓人的時候 我們不會這樣踢 我們壓人都是用後中角這樣踢 對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對 拳腳的話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輕攻擊 都很優秀嘛 然後站輕角是四伏 那站輕角跟輕手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在推的距離 站輕角推的距離是比較短的 也就是說 我們 比如說這樣子 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這樣點三下 我們這樣點三下 我們的炸彈是上不到的 但如果我們點的是輕手 輕腳的話 就上得到 所以 現在 然後現在又有開發出那個 場中輕中炸 輕中炸彈的那個壓制嘛 就剛教的那個濾衝 對 所以變成說我們現在 以前我們場中都是會用這樣子 剪刀腳 這樣子去連續的給它壓制 然後再摔嘛 對不對 那現在有一個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比如說我們這樣剪刀腳 我們這樣剪刀腳完之後 我們可能就 我們可能就這樣直接壓制了 然後就上炸彈了 然後就開始 開始過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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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致上就這個樣子 就是輕攻擊的話 就只有輕腳 如果你想要接輕炸彈的話 用輕腳 其他如果你想接剪刀腳的話 就用輕手 比如說這個樣子 對 那樣子你想用剪刀腳的話 就用輕手 大致上就這個樣子 好吧 感覺將軍應該 小小講到這邊應該就行了 之後有空的話 我再整理一些那個 實戰中常用的 打法 那個炸彈套路啊 就是這個角色應該要怎麼去 給人家壓力之類的 進階篇之後有空的時候再交 對 基本篇我們就先交到這邊 剛剛還有人講到3HK 那3HK這個就是咪路滑 不不不不 這個就是熱狗滑嘛 那這招的話基本上呢 我是沒什麼在用啦 那這招就是 偶爾你不知道幹嘛的時候 拿來突襲一下 偶爾也許會有用 也許會有用 然後有一些情況是 比如說他會想要拿來 滑距離 比如說這個樣子 也可以這樣接這個滑 然後66也是 也是加了 對這是見仁見智啊 就是有一些 基本上你能用這個的連段 你能用這個的連段 大部分都能用Psycho Quasha接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比較傾向於用Psycho Quasha去連段 因為他比較痛也比較好推嘛 對比如說 呃 比如說有一個這種連段 對不對 37 3720 這種的話就是也可以壓 但是我會傾向於這種連段 Psycho Quasha 你看這樣子一樣66也可以壓 然後就3900 對 所以基本上對我來說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這招的 因為這招就是在力葵的時候 你可以偶爾拿來抽獎 然後連段的話基本上都Psycho Quasha Psycho Quasha會是更好的選擇 對所以基本上3DK 少用 少用 以我的見解我是覺得少用 因為這招被擋住是必定被缺反的 不管距離多遠 必定被缺反的 所以這招呢 相對來說不是這麼好 你看這個就-9 你看這個就-6 這兩樣基本上都可以中攻擊缺反 對所以就比較爛一點 有沒有這樣子基本上都是比較爛一點 對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1 2 3 4 4 4 5 7 4